女人被囚禁在视频里的小屋 可她连自己为什么被绑架都不知道 好不容易打翻男人 找到机会打电话报警 可下一秒坐机就被男人打爆了 看到男人手里的枪 女人立即就怂了 但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 趁机不被哐当又是一下 男人直接晕倒在地 女人赶紧找到自己的包 翻出手机想要报警 可男人早把信号屏蔽了 她只能先找了把包 把脚上的扎带割断 然后冲向玻璃门 很可惜门也被锁得死死了 这时男人醒了过来 眼看女人是逃不出去 她淡定地坐在餐桌旁 示意女人一起吃点 然而女人并没有吃饭的心情 男人指了指桌上的枪 女人只能无奈坐下 男人问她叫什么名字 女人说我叫小美 男人显然不喜欢这个名字 一盘子砸在女人脸上 但女人也不是个擅长 打起架来那叫一个不要命 甚至狠狠压制住了男人 眼看男人要被勒死 女人不知为何松了手 反而爬着去拿枪 又被男人一把拽住头 狠狠一拳将其打晕 再次拖回了密室 女人发现地板裂开一条缝 她试了是撬不下来 男人吃饱喝足又来了 这次她没了耐心 一枪打在女人的身边 警告她问什么就打什么 女人终于说了实话 原来她是一家医院的护士 而男人的妻子 就在这家医院住院 结果却被女人给杀了 男人想知道 女人为什么要杀妻子